什么是热升华印表机?三大指标教您正确选购设备。 热升华印刷需要备有四样设备及物品,分别为热升华印表机、热转印机、转印值以及成印物。 透过热升华印表机将图像印制与转印纸上,并将印制完成的转印值与成印物送入热转印机。 透过热转印机的高温、高压即可将转印纸上图像转印到成印物上。 热升华使用加热专用墨水,将燃料透过高温转换为气态。 气化的墨水会渗透入成印物的表面缝隙中,在墨水冷却就形成物品上的印刷图像。 而因印物由非常多的有机聚合物组成,加热后孔隙会变大,有助于墨水的渗透图化。 热升华主要设备为热升华印表机及热转印机。 市面上的型号有非常多种,一生将透过三大指标,透过产业的形态,印刷的商品教您选择适合的设备。 1.尺寸。尺寸大的热升华印表机可印制大幅面的布片、抱枕、衣服等材料。 而较大型的热升华印表机推荐Epson SureColor SCF530,提供A3、A4尺寸单张列印,也提供17寸、24寸、A3、A4卷筒式列印。 印刷宽度最大可达60公分,让消费者能轻松印制大尺寸的材料。 如果您属于小型创业,印刷物件以小型为主,可参考Epson SureColor SCF130,主要为A4小尺寸单张印刷。 虽然尺寸较小,可印制的商品也非常多元,如帽子、马克杯、杯垫、衣服、毛巾、瓷盘等商品。 2. 印制速度。热升华印表机的印制速度也是使用者常问的问题。 小编再次推荐Epson SureColor SCF530,A1大尺寸普通纸单张印制完成仅需62秒,大大提升转映效率。 而上文提及的Epson SureColor SCF130虽然为小尺寸机,A4单张列印也只需要65秒,与同为A4尺寸的Epson L805。 印制速度快了将近三倍,是微型创业、小型工作室的最佳伙伴。 3. 连接方式。有些热升华印表机连接方式不支援WiFi,只能透过USB等方式连接,使得设备跟连接装置的距离有一定的限制,还需要透过专用的连接线来连接。 如果您的工作场地不允许将电脑连接在设备旁边,有WiFi功能的热升华印表机就很适合您。 Epson SureColor SCF130以及Epson SureColor SCF530接支援WiFi连接,让印刷更便利,不再受到电线的限制。 热升华转印除了需要具备一台热升华印表机外,还需使用热转印机的高温高压将转印纸上的图像转印至商品上。 以上将提供您三大指标,教您如何挑选适合的热转印机设备。 1.机型,配合不同印制商品,市面上提供许多不同的热转印机,除了一般的平烫机外,还有马克杯热转印机,球类热转印机,鞋类热转印机等机型,透过特殊设计让转印更省力。 另外还有一机多用的设计,如4和1,8和1多功能热转印机即是透过零件的置换来转印多种商品,非常适合小型工作室,一机多用也不占空间哦。 2.效率,因应不同的需求,热转印机有非常多种规格,有些热转印机主打高效率烫印,如双弓卫型平烫机,有些热转印机甚至为气动设计按下按钮即可自动压印,相对节省人力。 3.尺寸,挑选热转印机还需留意的是设备可印制的尺寸大小,透过热转印机可印制的商品从广告笔到窗帘加饰都有,大型布料如旗帜、洋装、地毯加饰等可透过卷对卷滚筒热转印机转印而成。 看完以上热升华的设备介绍,相信您也对这项技术有新的了解,热升华推荐一生热升华印表机,多款规格任您选,操作简单好上手,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